好,接著我們要來繼續介紹一下 呃,這個備份的種類我們介紹完了 那我們新增一個工作了 那這次 我們是要做 排程的介紹 那一樣目錄我們選擇這個 西草莱富二十 好,那排主要是排程這邊,我們從一般的每週 123456,就是工作日 每天備份一次,所以他的允許的 資料損失時間是一天 好,那有時候 比較想說為了怕 一天的量太大,我們有可能會選擇定時 好,那定時,比如說我們 假設每小時備份一次,所以這邊的計時期就是60分 那你每天從早上的,比如說8點開始上班 做到下午6點 做到下午的6點 好,那他就會從8點到下午6點 每小時 去做一次的備份的動作 那 通常這種備份的話就建議不要用完整 要用差異或增量 好,那 看一下排程 那 OK 那動態設定這邊 那動態設定這邊的話 因為你是一整天的備份 所以通常我們會來看一下這時間,比如說8點到6點 那 一次做的時候 然後 我們 所以這個是配合,你可以配合其他的差異備份 比如說 你只是要做當天的 異動的量,所以我們可以,比如說我們可以用增量 好,我們用增量 那 這裡的話,我們比如說我們在備份這邊,我們做一個叫做 定時 好,那我們這個目的,我們就可以把它刪掉,改成一個 備份到這裡面 所以他會從8點備份到6點,那第一次會完成的備份 那之後就是會用增量的方式 當然你可以用差異 差異好了 比較簡單 要還年的時候比較簡單 所以8點到6點總共有幾次 8點不算 應該第一次 然後 9 10 11 12 12 3 4 5 6 剛好是10次 所以比如說我們一次保留一份 那 差異10次 然後10次之後做一次完整的備份 好,那其他的地方我們不變 好,那確定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是每一個小時 他就會去做一次的備份 那我們給一次看看 但是我們會看不出他的效果 因為一小時 離我們太久了 所以這時候 我們先用一分鐘來看一下他的效果 看一分鐘之後他會不會自己去做 確定 好 那我們現在就等一分鐘了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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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邊就好了 來吧 好嗎? 好嗎? 然後 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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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那邊 說 阿 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忘记了一件事情我这边的时间是跑掉了怎么会是下午呢 我们假设现在是13点 你时间跑掉他就不会去动 所以因为超出他排电时间所以他现在在动了 所以他第一次会去做一次完整备份 但是没办法尤其是因为我邮件的地方有给他调整了 所以等一下我去我们让他继续被分 那我们来调一下邮件的地方 我暂时先开启这个叫地安全 完全新的东西 因为他会影响到他的邮寄的地方 所以我们把它切回来 那他过了一分钟之后 应该会再去做备份的动作 所以他是看这个系统的时间 所以刚才是51分35秒 那待会我们看52分35秒 会不会再做一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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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53分了还不错 我们检查一下 好 因为我时间好像又被改回来 我先暂时先把它改成比较 比较大的时间 比较大的时间 他注意完成了 那我们随便加一个档案进去 那电视这边一小一分钟之后 他会不会再做 好果然又开始执行了 所以他每分钟会去做一次 他通常我们不会设定那么短的时间 这是因为我们在做示范 而且他做完之后 会去油线 那我们看一下油线这边的增加 所以就变三分了 那就是这个就是他的定时备份 那就是这个就是他的定时备份 好